眼前的这片废弃建筑曾经居住着上万人 周围就是一望无际的戈壁荒滩 是什么原因让人们在这里建起房屋 又是什么原因让这里沦为废城 我们在乎中国西不自驾 前一天再从芒芽前往敦煌途中经过了荒漠小镇冷湖 在一家餐馆吃饭时 听老板说这座小镇曾拥有数万人口 而如今仅剩几百人 这种巨大的落差引起了我们的好奇 但因为时间太晚 我们先在镇子边上露营休息了 等第二天再来了解这里的故事 这就是昨天晚上我们搭帐篷的地方 一个墙围着我们 它旁边是鹿的 这边早上真的没多少人 这个小镇真的是很安静 早上醒来后 我们在露营地冷湖公路段的侧头内洗漱 洗漱过后 我们遇到了一位骑行的旅友 也在这里休息 你这还买的是馒头干粮 对干粮 确实 它路上万一没有吃的有个干粮可以护个头 你是从哪来的 我最开始从云南 你从云南 你是云南人 我江西人 江西 对 我从云南那边出发的 太强了 太强了 太佩服了 你的东西我感觉还不太多 对我就没有带太多东西 太多了 负重太重了 骑得累 没愿意带太多 你是准备骑到哪 目前先骑到甘树 把甘树骑完 然后去宁夏那边 山西 陕西 然后后面的时候再说吧 后面还在说 你这一圈挺大的 对 你是从云南 然后上到西藏 上到西藏 我天 你出来多长时间 80多天了 80多天 对 你这个小帐篷可以 刚好是够一个人睡的 对 要挤一挤两个人也可以 但是反正 因为我睡觉 可能里头会放点东西 一个人睡刚好的 我也有个这种睡袋 我们也有这种睡袋 这个帐篷 经济实惠又好用 能扛得住 不在西藏的时候 完全扛得住 那还可以 对 完全扛得住 就是我的装备 我的睡袋都还是很薄的 我都 我感觉你挺薄的 因为我们盖的还挺厚 我记得在西藏 我们也从西藏过来 我当时没打算进西藏的 是因为各种原因 然后就进了丙叉叉 你骑着丙叉叉过来的 对 然后就跟他们一群骑行的 就进了丙叉叉 我过丙叉叉的时候 遇到过两个骑行 摩托车躲的 摩托车躲的 然后骑从阿里过来 我没从阿里 我走的一条小动路线 就是从拉萨进那个林宗县 那个龙多厢旁多厢 然后进那个麦蒂卡师地 然后比鲁县索县丁青县 这样子下来的 然后再上那个马多 然后从那个果肉 你这一圈好大 然后你的衣服 然后帐篷 对 然后就是 都事不多 不多 因为我没有带锅 本来我想说去搞一个锅 但是我想想有的时候 一个人做饭也挺麻烦的 去外面吃 现在也不是很贵 现在就算了 因为你带上锅 你要什么 酱油啊 盐啊 就吃挺多的 这些东西 那个就很重了 对 你还有灶 还要锅碗调盆 然后还要买菜 看来就算了 挺好 对对对 可以 反正最难的西藏已经 西藏青海走完了 出去了嘛 对了 后面的就简单了 后面就可以慢慢轻轻松松地骑了 不容易不容易 行那你收拾吧 好嘞好嘞 可不简单 太强了 真的太强了 强了强了 你别说 你很多小伙子也不敢 对啊 很多小伙子也不敢 我们也不敢 敢不敢是这一回事 这是精神首先 嗯 可以 在离开停车区后 我们走上街头 准备看一看这座 仅剩几百人的小镇 如今是什么样子 在这里我们发现一座中学 这个是在我们昨天停车的 那个冷湖公路段停车场 后面有个中学 但是我觉得这个中学 应该已经被气掉了 我们昨天吃饭的时候 我听老板说 这边还是有学校的 那可能是应该在 另外一所学校吧 哦 1989年8月底 青海石油管理局捐赠1万元 冷湖化工总厂捐赠1千元 1989年 那个时候1万元是不是 还可以 挺大的 以前的时候这块学生应该挺多的 把旧年 那个老板设施 旧纪年才开始办 把旧年这块人还挺多的 我们到教学楼门口了 这个门是开着的 我感觉这个教学楼看着挺老的 外里面应该是刷锅 看起来挺深的 嗯 这边有点历史的气息 这走廊挺长的 挺挺长的 然后它是两层的结构 欢庆里有一笔 我能写 像是校学的 像是低年级的 看起来就好 好像不同 因为它是拱成堆子里面 跟哪 这是人事学的 这一个房间有四个床铺 哎 糟了 做饭 从教学楼的一楼来到二楼 我们发现在教室的墙面上 有很多当年的学生故地重游 在这里留下了属于他们的回忆 在墙上我们发现了不一样的地方 这个首先它的日期是2015年的11月6号 之后这些学生应该还回到了这里 对 好多 这些学生很多都是 童话里的故事都是骗人的 张姐爱你 小兄妹 我是魏晨的女朋友 他这个还写了诗 我觉得挺好的 我想做你胸前的第二颗钮扣 这样我可以离你的心更近一些 哇 有够聊 记忆的冲击 魏晨 那个现在魏晨好像天赋了 嗯 现在也天赋了 飘 飘到明天 曾经的冷湖中雪如今已经废弃 从学校出来后走在街道上 我们发现还有很多建筑也是大门见闭 你看那边有一个体育馆 我去看一下 哦 好像是封掉了 老胡镇派出所封 尽之路内 关闭应该好一阵了 不像是才关闭的 这个镇子几百人 可能这个需求特别少 路上都没啥人 不许 还挺愉快的 应该少吃 又吃 在这个镇子里呢 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金华商贸城 我们昨天听饭馆老板告诉我们说 这个金华商贸城是17年就建成了 然后到现在是一直没有使用过的 一直在这里闲置着了 我觉得这应该是这个镇子上 最现代化的一座建筑了 在这个商贸城的后面 我们看到那边还写着电影院 到影院门口了 哎 这里有一个通知 因为这个是因为疫情 所以关闭了 也就是说这个电影院 应该是还在什么 而且我们透过窗户 看到里面贴的电影 还是最近的 我看到了速度与机枪9 对 也就说明它是一个商业院线 我们还想着它是那种 公益性质的放以前的那种片子的 他这个上面写着 收票处 上面写的日期是2021年的8月3号 他这还能看电影这个地方 哇不错 几百人的小镇可以看电影 在这个影院旁边的就是图书馆 在冷湖镇 影院只是暂停营业 而图书馆则已经改成了冷湖工业园管委会 走到镇子西北边缘 在这里我们还看到了一所正在使用中的学校 我们刚刚看那边有个中学 然后走过来看 那个已经飞起了 那啥时候飞起的呀 那个是 15年了 15年飞起的 差不多 哦 然后就搬到这边了 就是 咱俩现在有多少学生 小生有个三十多个 三十多个学生 那老师呢 老师十几个吧 那咱这边这个镇子是只有小学还是 现在就有一个教学点 就是只剩着一个教学点 那她是有小学初中高中都有吗 高中没有 初中也没有 小学 就往小学 那孩子初中高中咋办呀 去哪 现在就马尔寺创办 马尔寺 哦 是这样子 就是 我们也是过来逛 看到这边 看到这边 还别这儿也废弃了 您是当地人吗 是新宁的 新宁的 知道没新宁 他是知道吧 知道知道 黄中的 您是黄中人 我们去过 您来这儿多长时间了 十多年了 十多年了 哦 那您来的时候这儿人是不是多一点 以前多一些 现在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还在慢慢少 长州人看估计200多吧 现在长州人200多 这有200多人 200多人都是在这儿做生意还是啥 做生意的 这个 基本就是这些 人家上班的吧 他这边是不是有两个点是吗 一个老基地 还有一个5号 老基地在那边 你们从哪过来的 我们从忙挨过来的 忙挨过来的 嗯 5号在那边吧 往这边 你们如果走东方的话 直下去就能看见 也是 就在路边是吧 路边 那个老基地是不是规模大一些 嗯 他两个基本是要了 基本 基本是 基本是多的人 嗯 现在脾气了吧 嗯 5号 有点啥 可能是 发工厂嘛 是吗 有点厂子啊 哦 好规模好像大一些嘛 差不多 差不多啊 嗯 前次冷湖失败这次 行 好嘞 好嘞 好谢谢 谢谢 谢谢 好好谢谢 在和这位大哥聊天中 我们得知 冷湖镇的人口 曾集中在三个区域 分别是北部的老基地 中部的4号基地 还有南部的5号基地 但目前老基地和5号基地 都已经废弃 仅剩的200多人口 都集中在了4号基地 也就是现在的冷湖镇政府驻地 因为我们计划前往敦煌 所以准备在镇子上吃过饭后 顺路去看看老基地遗址 我们把车停在这里了 这个地方就是这个镇子 最繁华的地方了 有很多的餐馆 还有酒店啊 也不是很多 基本上都是服务游客的 因为这个镇子已经没什么人了 我们现在是在青海柴达木盆地的大漠戈壁之中 但是看一下我身边的建筑 它这些建筑有一大片 这些建筑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已经损坏了 而且我看到上面还写了一个大大的拆字 但我们就很好奇了 为什么在这样一片大漠戈壁中 会有这么成规模 成体系的房屋出现在这里呢 大家好 这是学游鬼 今天呢 我们来到了青海芒芽市的冷湖老基地 冷湖位于青海柴达木盆地西北边缘 阿尔金山南路 平均海拔2800米 是青海 甘肃 新疆的交界地区 由于暖食气流难以到达 所以盆地内部十分干旱 遍布荒漠和无人区 天上无飞鸟 地上不长草 风吹石头跑 氧气吃不饱 这是柴达木盆地大部分地区的真实写照 虽然这里自然环境恶劣 但在盆地内却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 这片建筑的出现就和一种珍贵的矿产石油息息相关 那为什么在这片大漠戈壁中会有这么成片的房屋呢 1954年金中国刚刚成立不久 百费代兴 而石油呢又作为工业的基础工业的血液 所以呢国家就派出了多支考察队 其中呢就有一支考察队来到了青海的冷湖这里 在这里呢他们就发现了石油 当时他们的描述是发现石油之后这里发生了井喷 喷了三天三夜 每天喷出大概有800吨的石油 那这一井喷呢就惊动了全国 各地的石油工业就来到这里 就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么一大片的建筑区了 1955年6月 632地质队伊芬队翻过塞士藤山 第一次踏足了这片土地 经过地质队员的细心勘探 发现这里有成片的储油构造 而在不远的前方有一汪冰冷的湖水 大家就直呼其为冷湖 从此冷湖变成了这片土地的名字 1958年8月 1219钻井队开始在这里钻井 直到一个月后 当钻头钻至地下650米时 地中四井发生了强烈警喷 这宣告着冷湖游天的诞生 看我的身边四个大字 保障不及 那么这座石油小镇呢 在1958年9月13号发现石油之后 就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 在1959年的时候冷湖就已经设施了 那足以见得这里的重要性了 而且呢在1959年年底的时候 这里的年产量已经达到了将近30万吨 所以说这里在当年给国家做出的贡献也是非常的大 1959年是冷湖油田诞生的第二年 这一年冷湖年产原油近30万吨 约占全国总产量的12% 成为了继郁门新疆四川之后的第四大油田 石油职工迅速增加到了2万多人 同年县级冷湖市正式设立 冷湖迎来了大发展时期 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有日青年 怀揣我为祖国县石油的理想 在这面荒蛮之地 书写着冷湖石油的激情岁月 到60年代初 这片曾经的无人区 人口聚增到了顶层的四五万人 那么这座石油小镇迎来它的高光时刻 但是紧接着这座石油小镇 又迎来了它的落寞 在1959年的时候这里已经设施了 但是到了1964年的时候 这里又被撤市设为镇 因为在60年代之前的时候 全国的大部分油田 都是集中在中国的西部 但到60年代之后 在中国的东部 相继发现了胜利油田等一系列油田 所以说随着战略重心的转移 很多的石油工人就去支援东部了 而且到了70年代的时候 花土沟那里又发现了油田 这里又抽掉了一部分的石油工人 到了花土沟 这里人数就开始慢慢慢慢地减少 从四五万人减到的两万人左右 到了1992年的时候 这里又迎来了决定性的时刻 在1992年的青海石油管理局 从冷湖镇搬迁到了敦煌的七里镇 它的搬迁又带走了大批的工人以及家属 所以这里就开始落寞了 当时只剩下了不到2000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现在 这2000人又外流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几百人 这几百人不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老基地 他们在我们昨天住的冷湖镇那里 随着冷湖石油资源枯竭 单位驻地和职工家属逐渐吸进冬天 这里的原油生产几乎瘫痪 曾经的老基地和5号基地被彻底废弃 房屋的门窗 屋顶 线缆 以及输水管道等有价值的东西 被人们拆除回收 这便有了我们眼前看到的破败潇洒的景象 虽然这里日渐没落 但依然有一群人默默守护着这片土地 为发展柴达木石油工业 而光荣牺牲的同志永垂不朽 在冷湖镇南侧的一座公墓里 还藏眠着400多名因公因病去世的油田职工和家属 他们的墓碑都朝向东方 因为那里是他们故乡的方向 冷湖因为石油的开采而兴旺 又因石油资源的铺解而衰落 行走在宽阔的街道上 似乎还能听到七日的欢声笑语 来往的石油工人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 燃烧着自己的青春和梦想 胸怀朝阳向前进 干洒热血为人民 冷湖冷清了下来 但石油人的精神早已传递到了更远的地方 离开冷湖石油基地后 我们沿着215国道继续行驶 很快我们就将离开青海进入甘肃省的境内了 从冷湖石油的老基地出来之后呢 这个路就特别特别的直 在这里我们的左手边是甘肃省 右手边是青海省 所以说我们这个车载导航它也不停地会说 您已进入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您已进入甘肃省九泉市 就这样来回地读过来读过去 因为这一段呢 公路其实就是省街 也一会儿在甘肃一会儿在青海 沿着215国道继续行驶 我们告别青海进入了甘肃的境内 刚进入甘肃我们发现 在路边还有一座湖泊 于是我们拐进了旁边的一条小路 准备去湖边看看 从石油小镇出来之后呢 我们一直沿着215国道往甘肃的方向走 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了甘肃的境内了 可以看到我们的前方 那边有一片湖泊 那个湖呢是大苏干湖 本身呢我们是想沿着这个土路 到湖边去看一看的 但是这边的路脱衣板真的是太难走了 我们那个备胎可能没办法 接受这种程度的颠簸吧 怕它又爆胎了 而且呢这一片区域 现在它是被化作了候鸟的自然保护区 所以说可能我们也是没办法进入了 虽然无法近距离接触大苏干湖 但是看到如此宽广的湖面 我们还是在网上查找了资料来了解这里 资料介绍 距离这里20公里的地方 还有一座淡水湖泊 小苏干湖与之连通 而大苏干湖却是一座咸水湖 这样特殊的情况引起了我们的好奇 所以我们决定去小苏干湖看看 可以看到前面就是小苏干湖了 但是同样的原因我们是没有办法过去的 因为这一片区域和大苏干湖一样 它是属于候鸟的自然保护区 这边在2017年的时候已经实施了禁木 所以说完全是在一个恢复生态的过程之中 由于小苏干湖区域也无法进入 所以在周围简单参观过后 我们回到车上准备继续出发了 回到车上后我们现在就准备 离开大小苏干湖前往敦皇室了 这个大小苏干湖的湖边 现在是没办法去到的 因为这两个地方现在都是自然保护区 都围起来了 我们原本是想计划到湖边 去近距离接触一下它的湖水 看它的湖水清不清澈 但现在看起来应该是没办法了 虽然我们没有到湖边 但是关于它湖水一咸一淡的原因 我们还是找出来了 这个小苏干湖它是由冰雪溶水 还有地表浸流去补充的 而且它是有一条河道通往大苏干湖的 所以说在风水期的时候 小苏干湖这边多余的湖水 就会通过这条河道注入到大苏干湖里 相当于它的湖水是有进有出的 但是大苏干湖就不一样 大苏干湖那边它的湖水 是只有进没有流出的 而且经过长时间的蒸发之后 它的框化度会越来越高 所以说那边就是咸水湖了 我们现在就准备继续出发 前往敦化了 小苏干湖这边的风很大 所以说这边有很多的风力发电机 我们是逆风走的 它这边的风力发电机特别特别多 你看看到这个渔和河干湖的渔房 都是伞 然后在这边会接之后就可以下雨 应该是 这刚好就是一座分水岭 我们现在已经翻越过了当金山 这也标志着我们青海的行程就结束了 离开了柴达木盆地进入河西走廊 刚才其实已经进入甘肃了 对 不过那个山的话会更加标志一点 从这儿就开始爬上了河西走廊的最西段 我们就沿着河西走廊一路向洞 甘肃可能不大 但是呢 它就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实现化 天安风行程 天安死化 刚翻过当金山 在下山途中 我们发现山坡上又出现了大片的废机建筑 这让我们不由地联想到刚刚经过的冷湖老基地 难道这里也生产石油 带着心中的疑惑 我们驾车驶向这间废墟 西部的故事还在发生 快上车 让我们继续出发